现在组合呢 佩迪森还兼着女双 他和卡米拉还要去搭档女双 而且今年的全英 他的整体的发挥都不错啊 混双和女双都打进了半决赛 双方的比赛马上开始 佩迪森发球 克里斯 阿德考克接发 这个接发球 所谓发球质量好 接发球的 接发球的那个球路打得不够开 给他反击得很快 这个欧洲裁判 判这个发球过手过腰啊 还是非常严格的 这一次判的都很严格 对 执法是非常严格的欧洲 在当中和国有市场场上 使用不许侦罗空的 使用不许侦网 他从这里体验出米尔森他个人的防守实力还是非常的强 但今天很明显阿德克他们打得非常主动非常积极 两队组合在之前的交手是有过三次 大麦组合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三次交手全部都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15年的德国公开赛 当时大麦组合尼尔森和佩蒂森两局解决战斗 也是双方在三次交手过程当中唯一的一次两局解决战斗 15年这队组合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 从各战的成绩包括世界排名都是这样 15年马来西亚大师赛是获得了混双的冠军 德国公开赛获得黄金赛是获得了混双的亚军 全英也打进了四强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平稳 现在英国的他们的战术还是通过揭发球前往 为阿德克克穿着进攻 在八分之一决战您来到演播室的时候 说到了您在当职业球员的时候 那个球速和您的那个棒数 很多的这个球迷都在 对对对 在说到说33棒 这个一般的业余爱好者来说 确实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现在一般男选手基本都是30棒以上 一般都在32棒到33棒之间 对好球成功的反手转换 阿曼德他那个阿德克克他们的进攻的线路 也不是特别好 攻的有点着急 他两个人的轮转 对 米尔森从这个战术中间填出控制阿德克克两个底线特别成功 特别是控制他的头顶区 但头顶区阿德克克一攻完之后马上就摆对角 所以还是能限制了阿德克克的速度 好球一个接发球产推 而且今天在往前佩里森去控制加布里阿德克克的这个往前的前压控制得非常好 对对对对没有让他散得那么顺 散得那么快 没有那么凶感觉 对 整个那个佩地森他整个网口看的特别紧 对不会让加布里阿德克克轻易的就能抢到往前 这也提醒了我们广大的那个业余爱好者 女孩子就是男队员在控球的时候 女队员一定要注意网口的球 不要轻易让人家就能把网口抢住 丢掉了进攻的机会 大家注意看他们的轮转 打完马上就轮出来了 重复控制头领 好球 就是让你各种不顺 对让你连不起来 特别是不让你在正手区进攻完之后的连关 他的威胁就会小很多 你看这几个球啊 就一直让克里斯艾德克克在调整 对对对 一直在你的位置在调整 不会让你舒服的连关 女儿森发球 漂亮 女儿森的平球也是非常的凶 人高 但是他的欧洲人都比较有劲 所以他的平抽的球速还是非常快 像这个球克里斯艾德克克给了尼尔森之后一个胸前 结果被尼尔森板了一条斜线 对 您觉得像这种球应该去怎么处理更好 其实现在艾德克克他们不要轻易跟尼尔森他们打得直来直去的球 近身的抽球抽胆太多 应该是抽完先结合快胆快胆 让尼尔森他们能动起来 然后其实再发挥自己进攻的武器 而且丹麦这对组合那前压得非常快 对对对 往前压得很快 给了对手的压力也很大 尼尔森还很冷静 这个球还提醒了一下佩迪森这野球出界 对对 他在后面可以看得更清楚 但从这个战术中间就 他们显得特别成功的丹麦 他把那个那个阿德克克两条底线两个对角摆得很开 限制你的连贯的连贯的速度 其次就是阿德克克他们就是打的球太直接太直了 缺少一些断他的球路 都是跟他打硬打快 但打硬打快现在不占优势 所以他应该通过一些战术的调整 之前的几轮阿德克克夫在主场作战也是打得非常的顺 基本上都是两局解决战斗 尤其是对阵像阿玛德和纳西尔这种世界排名第二的这种选手 也是打得非常的气势很旺盛 但是今天一开局就被对方限制 对了他应该这样 之前他就是对手没有给他前面场的压迫那么强 所以他的这个速度体现得特别快 现在整个那个丹麦的选手能跟他往前对墙起来 所以也控制限制他的输 佩迪森和喀米拉的女双在半决赛当中的将会对阵中国组合汤金华和于阳 在这几年的奸向过程当中佩迪森的整体的发挥都不错 这也很难得 对了 对了 一定不能跟他直来直去 一定要打停队 给他前后的调队 那你说的是于阳和那个谭云庭 于阳和谭云庭 嗯 好球 这个发就发 抓中卖场特别凶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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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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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 从尼尔森他们的反手中间 就能体现出 你看他们反手的节奏 从这提醒那个广大 那个球迷爱好者 特别在捆栓啊 男栓这种中间 在被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挑球的幅度 因为你挑得太快的时候 你的同伴是跟不上 这个反手这一派的节奏的 这球连续得分 关键还是发球的质量 这个也召集了尼尔森 气氏慢慢起来了 对 从尼尔森之后 他明显是 自己的速度加起来了 二个就是他的球 发后踩 尼尔森应该抓住 对 对 刚才说尼尔森的后场的进攻的威胁 还是非常有 而且有一米大巴的身高 跟您的身高应该是一样 接发球都是接中间 那对手也是很好抓的一个球 雷 好球 这几个球就今天这一局比赛 从一开始的时候感觉丹麦组合打得很自信 对 对 一个打自信 二一个战术真的是完成了非常 你看 你看尼尔森虽然很被动 但他球是往中间走 让阿德克克的进攻这一排位置 也不是很舒服 就不给你挣手 对 你打完之后重心也没有了 尼尔森和佩迪森搭档也有六年左右的时间了 其实加布里阿德克克 他的女孩子 他的发球不是特别稳定 所以他经常会发后场 其实我们在比赛中间经常就是控制他的发球节奏 没那么快他能发出来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都在发后场 这也是一个提醒观众球迷吧 一个这种小经验 这次发起发做的准备很充足 很快 直接退了尼尔森的一个正手底线 在混双站位方面 除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默契 或者说之前的打的十点九 有这种商量怎么站位之外 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基本的原则 像混双基本他的男前那女前男后嘛 有的是有的喜欢就是 呃女孩子跟男孩子在一条线 男孩子发球的时候 那有的就喜欢女孩子跟男孩子成对角 这个是看个人习惯 因为有的喜欢发二号文 就发外角 如果前面的女孩子就很容易胆着他 但他就喜欢自己跟女孩子成直线 还是看自己两个人的配合的习惯 或者说是可以适当的去保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对 他们都是很注意了加布里阿德克克的发后场 所以接发球的成功率他们都很高 所以从二十一分之以后 发接发的重要性尤为尤为关键 就体现出来了 对 一个判断上的失误 二十一比十三 妮二三和佩蒂森先拿下了第一局 第一局 英国总和是完全没有 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特点发挥出来 不像是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对战 阿玛德和纳西尔的时候 那么 气势那么棒 其实我还觉得有一个关键的就是 阿德克克他们的接发球不成功 今天 一个是丹麦的发球 丹麦组合发球质量确实不错 但他们 英国的组合 很喜欢都是 抢进网和推进生 那这个球楼都已经被对手抓住之后 他们应该先变化一下 有时候他结合快推两个边线 那效果也不错 其实就是快拨 快切两个腰上和两个半场这样 特别是在加布里阿德克克的接发球时候 他接发球很多时候都是在抢碗 都在抢碗的时候 都被那个尼尔森都在抓这个球 所以可能他们在接发球上需要一些变化 其次是进攻的节奏 现在他那个阿德克克他的进攻 都是一个速度的攻 没有发挥他的那个节奏变化 快掉快批 因为他速度快 他因为发挥自己的这个特点 如果关系靠球的重量的话 他的球的重量还不是特别的重 那对手现在反他的球也是反的比较顺 需要在进攻上结合一些变化 今天加布里阿德克克的这个 强绑的这个优势啊 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对 您觉得从佩迪森这边来说 他做了些什么能够把对方的这种特点 限制的这么好 一个是盯住对方的网口 让他没有很轻易的通过网口 强绑能争取主动 其实就是 就是把女的限制在后场 然后他我们那个丹麦的位置先逼上去 让英国加布里阿德克克 他位置没有上的那么快 因为你人上慢了 对手的那个威胁就大 就是这一块 在往前被射限制 打得太有自信了 对 他的进攻也是非常凶毁 是 刚才看到微博上有朋友留言啊 说 今天他觉得很可惜 转的是一号场地 二号场地 因为中国的选手比较多 可能喜欢看中国选手的比赛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因为现在更多的羽毛球的爱好者 打双打是比较多的 大家也是觉得说 双打好看 对 看起来更过瘾 更过瘾 不管是 尤其是这种速度和力量型的欧洲混双选手 所以从今天的这几场混双来说 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另外就是大家除了看看林丹 在这一届全英的表现之外 也可以来关注像薛松啊 田厚威这些年轻选手 这年轻选手 对 他们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这一次 对 大家都怕说我们这个年轻选手上不来上不来 那全英就是检验他们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今天我们最后一场会给大家转播田厚威 对着微听呼吸 雷万马林对着奥远希望 这对老冤家的比赛也是非常有看重 机会再调整 就是不让你攻啊 对 从刚才大家注意看没有 那个佩德森都跑到场地外面了 他的反手都是反一条线 大家就是提醒 就是有时候提醒那个爱好者 业余爱好者的女孩子反手 不一定要反手很大 你一定要反手集中 你的反手越集中 你的反手的实力就越强 凝职的集中 就是比如说你不用顾忌面积很大 你要近身的近身的那一条线 你一定要反得很好 而不是顾忌想说左右两边都要保护 因为有男孩子会帮你保护一大半 有男队员 所以你的反手越集中 你的出球的那个质量就越高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跑到场地外面了 为什么还能反 以前我们的那个优秀的高林 那个反手也是这样 看他好像到场地外面了 但他反手的出球啊 你很难打死他 对 一个上网跟进 打得太着急了 第二局慢慢英国的组合 他的哥哥他们也找回一点状态 特别是现在他们的前场的速度 前场的威胁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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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布里发球 丹麦的这队组合 他们的这种防转弓的这种转换能力很强 对对对 他反手实力本来个人反手实力就强 那 那个阿德克克他想通过后场 一拍的进攻 想去得分是非常难的 他一定要结合一些球路的变化 你看从现在反手来看 但他在后场的时候 那个佩德森的反手重心都很低 所以他一定要结合一些调控的结合 再来打连贯就会好一些 因为本来对手反手实力就强 你还想通过一拍的进攻 想去得分是非常困难 两个人都很高 特别是1米78 特别是1米88 球也接发就差了 这个推的这个脚呢 还是很有想法 对 推的有点太深 推的线路还是挺好 对 他一定要结合这种快掉快劈 然后再结合攻 他如果就是在后场一味的强攻 他的威胁是不大的 而且对方也适应了你 对 你看这个掉球其实并不难 但是对手的反手的位置还是靠的比较厚 尤其是这种人高马大的选手 你让他弯下身来的这种难度 实际上比他后撤的难度要大 对 两个人的转换 还是挑球 挑球的弧度不到位 尼尔森一拍强攻 尼尔森基本是在半场起跳 旁边的场地正在进行的是女单板决赛 王世贤对阵 那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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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配置声压得特别快 对 你平车完之后呢 这球就往上靠 所以他的哥哥他们就在往前争取的机会就少了 又是一个鬼马 但是这个球没有过 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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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好亮 好球好球 一个多开 其实阿德克克他在正手区 他在正手区跟佩德森呈直线的时候 佩德森的正手也是封得很紧 所以阿德克克可以冲完之后 结合对角的快胆 或者就是直接快胆 因为佩德森还是想往前冲 尼尔森的位置会在后面保护多一点 所以对角的其实 对角的空单是比较明显的 像前面我们经常准备也是 他们两个都是左右手 所以形成自己分边的时候 都是自己抓自己的正手会更多一点 再一个就是您上次来的时候 说到了一点 在轮转的时候 不仅仅是说要求女选手积极地上抢 其实如果男选手在前面的话 男选手给女选手让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对对 也有很多的球迷在上一次的转播之后呢 也是说到这一点确实是受益匪浅 也希望今天大家在看比赛的同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在我个人的微博或者是乐视综合体育的微博下面来留言 也可以给谢指导提一些结合自己的打球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双打方面 你看这个就是单败指导发接发的分工 他米尔森放完球只有佩德森的正手抓球 抓得很果断 漂亮 这是要结合多推两个底线阵 对很突然 对觉得很突然 终于有这种往前前往能够上得去的机会了 加布里阿德克克他在网口的封网还是威胁比较大的 对 封我封的很紧 漂亮 很漂亮 就是不能给对手这种直来直去的权 对 刚才对手好 转体 他就慢 有时候就是为什么在火球场中间反女孩子的球反而不好反 因为男孩子跟女孩子完全是两个节奏 男孩子那个进攻的时候是又快又重 那你反手的时候那个精力跟那个站位是不一样的 他突然到女孩子这边球突然轻了 你可能反手一下就会出错了 其实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丹麦的组合 两个人的速度变慢了 从前后场的速度 包括他们抓对方发球的这个 都没有像第一局那么果断 把短了 好球啊 节奏上的变化 对对对 他听过节奏上比较明显变化 这样打他就有机会了 这也看出来尼尔森他们的防守也过于消极了 都是重复在一条线 刚才有朋友听到谢导说高龄 有一位叫做海涛徐徐的朋友说张军高龄是不是很多 这个85后都不认识了 90后都不认识了 实际上大家如果在看全英这种历史悠久的这种比赛 很有底蕴的这种比赛的时候 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比赛当中的一些 像一些记录啊 来丰富自己的羽毛球的支持 高龄还是全英夺冠次数最多的中国选手 六次女双五次混双 而且高龄和黄翠01到06 是六夺女双冠军 是全英连贯次数最多的双打配点 非常了不起的双打 现在虽然高龄退了啊 但是高龄有的时候 我看他还是在总局的那个球场 还是会去打球 对 他一周有一到两次吧 打球 对 所以他保持的还是不错 保持的不错 对 上次去打球的时候还看到他 虽然对手的实力很差啊 但是高龄在场上控制节奏 能够把比赛的那种乐趣带到比赛当中的 能力还是很强 对对 其实有时候他还会要求我们这些二队的球员 男队员 也会有交流是吧 陪他打一打 就是帮他把速度再找一找 那种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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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们固 Whose ensemble一定要先结合对角 嗯 所以你看都是没有先打对角 反而被对角先打开 刚才佩里森的这个勾对角 还是属于主动球 主动球 对 因为他人已到位了 而且速度很快 上方都打得很开 好吃 尼尔森在后场的强攻的威胁 还是不大 还是不错 其实这个打码是非常好 因为整个空单已经出来了 一个高潜的发球 又得一分 那种横向的侧起一步蹬跳 这个平时我们这职业的球员都是怎么练 我们经常也会通过多球 两侧这么跳杀 不断地去喂球是吧 不会 让他去跟着球跑 不会喂给他 跟着球跑 不定点 不定点两边一直跑 一般会多球中间就会有这个内容 这特别是双打里面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技术 20比15拿到了第二 第二局 对第二局 对第二局 局点 从这个特写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克里斯艾特考克 这个克里斯艾特考克他的左臂的这个面积非常大的这个纹身 除了有一个大的狮子头之外 还有玫瑰花 另外还有 英联邦运动会的一个奖牌的图形图案 但是实际上克里斯艾特考克他的身上的纹身还不止这一个 也给大家出一个小互动话题 他的身上的纹身还有什么 16 20 在发球的时候也要也要观察接发的这个人的这个拍面 一个是拍面一个是站位 这两个方面一定要注意 因为你注意了拍面之后你的下一拍的连管就会更加明确 就像刚才那个佩德森在左区发中间 那个艾特考克正手上去揭发他的其实他的面那个揭发的区域已经锁定在中间和对角 直线是很难辨的 因为他的发球自然对着发球就下降 所以发球自然好 你的揭发球就受了一定的限制 所以这就是拍面的重要性 哇漂亮漂亮 连得三分 这个偷后场很突然 对 所以他的发球的智能和变化是非常多的 出界了啊 这个球特性向出界啊 向出界对啊 挑战一下啊 这个球很关键 看起来是接位啊 接位接位 接位接位 对 而且出界还真是不少啊 这个全英的裁判上一次您也介绍了 哈哈哈 老头老太太还是专门盯这个线盯的很认真很专注啊 难道出这么一个问题 哈哈哈 哇 啊 双方战成了20平 又投一个后场 这种关键球投后场还是很敢做的 对对对 特别是在全英这种比赛 才那个裁判尺度又是那么严格的情况下 意高人胆大 啊 英国组合大好的形势啊 拖起来 对 哇 哇 漂亮 哇 非常精彩 哇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竟然是大逆转啊 连得六分 打到20平的时候啊 那个挑战也成功了 我想英国组合的心里边也会有一些变化 有一定的波动 对对对 所以他的介绍